这是我刚用糯米炒的 等会呢准备用它来腌肉 大家有见过这个腌肉的方法吗 因为今天是姑姑还有我表弟 姑丈他们三个人在家的最后一天 马上明天就要准备回去了 所以婶婶呢就交代说 要把这个米给炒好 等会儿她回来腌制非常好吃的腌猪肉 小时候我们都是吃着奶奶的腌肉长大的 那一大桶我准备带出去 白酒 倒点酒进去好香哦 那个白酒冲上我们刚炒的糯米的那个味道里面去 哇两个味道结合这一块就是那种 扑鼻而来的香味 这种香味不知道怎么形容 词汇汇不佳 那个我没有文化 中文了啊 你俩说五天 我爸妈妈还来家 那乌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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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养土猪这个事情我从两年前我就想养了 第一个是猪圈没有好的都是坏的猪圈 第二个是不想让爷爷奶奶那么辛苦 因为说养土猪的话基本上也是他们两个在养 所以不给他们添加负担 我们买点猪肉吃好了买的猪肉也挺好吃的 太好了 很漂亮 弄都没有食欲 回到这里了 这里一头 那里一头 那你的意思是这样 腌少了还是腌多了 腌多了 我带那么多 腌肉没得份了 我们看哪里我们要得好 沾一点辣椒 反正辣椒 我估一点辣椒都不得 不舍得分 不舍得放下 已经这么高 已经这么高了 还要继续腌 你看 孙子还在想办法 把这个肉给腌 给撒下去 怎么样 又学到一个新的 继续点吧 孤子以为 这个顶上已经这么多了 然后不要放了 不要放了 但是我们腌制完 这个猪肉以后 不要在上面铺一层 把那个猪肉给盖住 盖在那个底下 然后不能让空气进去 也不能老是打开 要等它熟了之后才能打开的 这又打开了 又打开了 哪里还能往南面捞 这不一样的底 还讲嘛 这是底的问题 要吃咯 这个底了就 可以了可以了 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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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子如我 书行的了 喂 也到果林里面回来了喂 我一回到很 接下来发生了很辣椒 到五花肉了 到时候到车站里 这个五花肉有气 胀气 天上下五花肉了 昨天晚上发了一个视频 就是说有一个女孩子 装了三瓶 坐那几楼进坐高点 然后到高点站等车的时候 突然爆炸了 整个高点站 包括那个顶上 全是做辣椒 好感慨 无地自容 正真好 人家辣椒叫得还好看一点 要是我的五花肉放在这里 干嘛掉一朵后人家脑袋上去 那都五花肉了 那是五花肉了吗 那是可以了 你干吗你干吗 有点重 有点重 后面给这些骨饭了 那是什么东西 一点应该可以 我姚姚爸爸还不难 无法讲了 对啊 对啊 我姚姚已经用了 最近你都瘦了 我都在腌住了 感谢买了这么多 然后腌不完 我买了饭干了 我就可以吃了 我们的生意 都在腌得大了 在腌下 就要了吗 那腌得饭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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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腌得饭干了 你知道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吗 最好的方法 是你们都别出去了 把她转学到这边来读书 天天游家里的美食吃 这就是远嫁女人的困扰 想吃家乡美食 只能从家里出发的时候 多装一点回去 它的与她是双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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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嫁对于女性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姑姑就是远嫁的其中一个 好在现在交通发达 回娘家也很方便 半个月以前 也也听到姑姑要回家的消息 早早的就为他们准备了 她认为最好的一切 对于她来讲 这是一个非常令人兴奋的消息 我们都做好了 这一次姑姑一家只回来半个月的准备 因为表弟马上就要开学了 回忆着这几天的美好时光 我知道姑姑是非常的舍不得父母 我也知道爷爷奶奶也是同样的舍不得远嫁的女儿 远嫁的女人是非常的不容易 她们要独自面对生活的压力和挑战 但我们也要感谢姑姑和姑父 他们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幸福和快乐 路途虽然辛苦 但它也是一种魔力 一种成长 一种人生经历 我相信只要我们能够相互的理解和支持 就一定能让这个家变得更加的美好 我相信也不知道何时能停下 第二个字幕 十经之一